大家平安 感谢主可以站在这里为他做见证 那我要见证神迹在我家 那首先我要感谢神进入到我的家庭里头 成为我家的救主 我家的住 那也感谢他在我们家的经济上的祝福 使我们有能力可以再多买房子 那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呢 我们就想要整理它 那整理的一个过程当中 一切都很顺利 一直到要整理地板的时候 发现怎么天花板上有肉水 这时候的心情真的是很不美丽 怎么这个时间出现呢 那这个负面的情绪 当然就是笼罩在我家 那感谢主我们有他 这个时候呢 我就跟正义做了一个祷告 我们合一的祷告 当下我的心真的好想好想看见神迹 那个圣经上面写着 使水变酒 使无变无 这些我都好想要 我说主我好想要 但是我知道你是掌权的神 祝福在你手中 我也顺服你的一个带领 那因为这个过程我们必须跟邻居协商 那我也担心说邻居愿意吗 邻居愿意 是我愿意吗 你家漏水要在我家整理 我愿意吗 那当然我们做了这个祷告 真的很感谢神 很多的一个刚好 刚好那几天大楼的一个水电工的一个维修 刚好在那几天 刚好检查完之后 他跟我们讲说 有可能真的是楼上在滴水 影响到我们家 然后我们就那我们要到楼上去跟邻居讲一下 邻居会在家吗 刚好邻居回来 这么多的刚好 刚好邻居回来 他说对不起我可能要明天才有空 那感谢主啊 那天早上我们做了一个祷告 希望邻居 真的是有神的爱在当中 愿意一起来寻找这个漏水处啊 那感谢主 他真的愿意 他真的愿意 那怎么去测试他呢 当然他们家要24小时 关水不用水 哇真的是很感谢 他愿意耶 结果还不到24小时的时候 我就跑去房子那边看 真的没漏水耶 一滴水都没有 那我就想说 哇那在他们家 维修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接下来的费用怎么办呢 这些都是我自己在想的 结果呢测试二的时候呢 就告诉他们说 你要再打开水 再正常的使用 结果神迹就发生了 打开水正常使用的时候 一滴水都没有漏 一滴水都没有漏 在信的人 马可福音16章 在信的人必有神迹 随着他们 将荣耀归给主 真的是很感谢他 那在这件事情上 也让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神的作为 是超出我们人 理性的逻辑的一个做事方法 他要祝福我 他必定祝福我 不是我的有限的一个 人的一个理性或逻辑 去想他的 所以感谢神 在人所不能的 在上主凡事都能 将荣耀归给他 感谢主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